欢迎收看大人花之 在国外有好多地方都有那个Chinatown 中国城 不过在中国大陆的城市里面 有好多地方 有这个异国的聚落 比方说小韩国 小首尔 小非洲 小台北 对 那台湾民众如果到这些地方的话 其实可以体验到不同的文化 那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到大陆这些外国村去看看 那现场来宾是东海大学副教授潘兆明 大家好 我是东海大学的潘兆明 主持人你们好 潘老师他是大陆问题的专家 专长是主要focus在中国大陆的区域研究 所以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是完全符合 老师先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外国城里面 最具规模的就是韩国城 是 为什么 为什么不是其他也不是台湾而是韩国城 对 其实一般人会以为说 其实台湾人投资在中国大陆很多很多 而且长期经营 更何况呢 两岸有那种特殊的感情的连结 包含这个来自于中国大陆 事实上 韩国人在中国大陆 其实经营的非常非常激烈的 为什么说非常激烈非常积极 而且非常团结 对 就拿我以前在上海来说 我在复旦大学的时候 我在复旦大学教书的时候 我发觉在复旦大学最多的外国人就是韩国人 是 一个复旦大学就有两千多位学生 那常常呢 我就听当地的学生跟我讲说 韩国的学生呢 他们喜欢飙摩托车 喝酒 晚上就呼销而过 对 就在复旦大学旁边的校门口就飙摩托车 韩国学生 那因为 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 因为他们人多 人多嘛 人多是重 所以比较敢做这样的事情 那就是韩国人在上海就不得了 就很多了 至少有好几万人在那个地方 其实最多的地方呢 应该在北京吧 或者是东北 或者是山东那个地方 因为地缘关系 地缘关系 地缘关系是一个 会造成那个韩国城的形成 跟韩国人多的原因 那除了这个地缘关系之外 还有别的原因造成这个 好多小首尔 小韩国吗 其实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来中国 就是来工作 来这个希望能够找到 来掏金 来掏金嘛 找到另外一个工作的天地 另外一个掏金的天堂 那其实现阶段呢 很多大陆的外国人 其实都当初到中国 都是有这个目的来的 就投资设厂 投资设厂 或者被派驻到那边的干部 对 然后因为这样子来做生意以后 就喜欢上当地了 对 喜欢上当地 愿意落户在当地 所以导致在中国大陆 有很多的外国村 不是只有台湾的台 小台北一样 还有小韩国 甚至广州 还有所谓的小格力城 上海以前还有 白俄罗斯居住的地方 对 不过北京很有名的一个 叫做旺金 旺金 它那个首尔 就是小首尔 就是韩国城的话 它规模其实超乎 我们想象的 对 对没错 那边有好几万人 听说最最多人的时候有十几万人在当地韩国人 对韩国人问过你为什么想要住在这边 其实他们就说因为旺金离机场境 对 半个小时就到 离机场境 它当初开发的时候就是离机场境出来 当初开发的时候就 其实当地是不毛之地 对 就很落后的地方 比较便宜嘛 在两千年之前 对 那个地方比较便宜 那韩国人其实他资金并不够 对 其实大部分的韩国人 你如果两位主持人 或是一般老百姓 到中国大陆去旅游 可以发觉 韩国其实都做一些小生意很多 对 开那个韩国餐馆 对 讲到韩国餐馆 韩国泡菜 对 韩国的一些美食 等等等等 或是一些服务业 等等 大部分都是做这个小生意居多 所以在旺金那一带 就你可以去那地方一看 哇 看到好多韩国的美食 是 还有呢 除了这个以外 最近韩流来袭 很多人喜欢卖韩国的产品 比如服装 化妆品 手饰啊 对 几乎呢 他们都有好多的韩国店 其实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因为我住在西门町 是 西门町以前那边有个韩国街 对 就在那个西门町 后面就在西门市场旁边那边 一整条街通通的卖韩国货 因为当初韩国人啊 没有办法到大陆 因为大陆那时候是封闭的 对 所以很多韩国人都到台湾来念中文 嗯 所以就在那边形成了一个小聚落 所以跟他们的民族性有关 我喜欢聚集在一起 聚集在一起 喜欢聚集在一起 像旺金那边所呈现出来的 对 呃 现实的生活样貌 韩国村的样貌 大概是怎么样 我再稍微描述一下 除了你到那个地方 会看到很多的韩文的字幕 是 连那个招牌 甚至连小区哦 他们北京都有那个街道组织啊 街道组织都要用韩文稍微说明一下 还有那个老人的服务中心啊等等 都有老人 老人的这个标志哦 甚至他们有老人活动中心里面 韩国人也学着 跟华人一样打麻将 有时候打得还蛮好的 还有餐厅一定有 餐厅一定有嘛 商店 韩国学校 他主要能够设立一个韩国学校 就是一样 更多人聚集过去的嘛 那边都还有韩桥学校 医院也是嘛 对对 甚至连医院都有 医院 韩桥学校等等 通通都有 有 还有房仲 对 还有房仲 专门为韩国人资议 专门讲韩语的韩仲 我忘记那边都是 韩国的那个韩文嘛 对对对 曾经这个 刚刚主持人好像也提到过 坐公车的时候 对 一位华人 当地人 北京人 坐了一个公交车 刚好是往旺津去的 在公交车上面 他当时一旺 除了这个司机 售炮员 还有他以外 其他全部都韩国人 都是韩国人 如果你到旺津那个地方 真的是这样子 我看到一个那个 大陆媒体报导 就是访问一个韩国学生的话 他其实在北京读书 可是他喜欢 放假 他喜欢到那个地方 他觉得到那个地方之后 有回到家的感觉 对 你答对了 所以当初为什么 韩国人喜欢聚集在一起 就是有回家的感觉 对 很多在北京 念书的韩国人 他们都刻意 下课时间 或者假日 跑到旺津 去吃一碗韩国 韩国的料理 吃个韩国的泡菜 觉得回家的感觉真好 对 甚至到那里面 就里头发 对 离法店 歌厅 歌厅都有 就完全 你可以想象的 那种生活的配套 他全部都有 就像这个小熟儿 对 我觉得这可能 也跟地方政府 他要招商 提供配套的服务 是有关系的 因为像你同样是招商 招韩国人 韩国人聚集的地方 比方青岛 青岛也是 对不对 沈阳 那边也有韩国人 那边的地方政府 为了留住这些人 他会提供很多服务 比方说他们的派出所 对啊 比如说在派出所里面 还刻意贴 韩国明星的照片 然后韩国的风景照 有韩文的说明 上医院挂号的时候 有开空绿色通道 就完全为了他们 对 造成一个固执 就有点 讲租界很难听 但感觉就有那种租界的感觉 其实韩国隐姓 在中国大陆又很受欢迎 所以贴韩国的隐姓 是很正确的 比如像玄冰 非常受欢迎 独民军席 对 其实就是韩国人到 喜欢到大陆去各城市居住 还有原因就是因为 当地大陆有那个朝鲜族 所以他比如说 普通的韩国人 他在韩国 可能请不起庸人 保姆 他到了大陆之后 到北京 你可以可以用很低的价格 请当一些朝鲜族 帮你照顾小孩 帮你掉到家里 对 的确 的确 我在上海的时候 因为我带我小孩去 不但小学上课 他我的儿子的同学 就一位韩国夫妻 他就请当地的保姆 那个保姆就是朝鲜族 朝鲜族的 都不容易 他一直在问我们说 要不要请他当保姆 因为他同时可以看两个 没问题 在那个上海 上海的韩国 韩国村 韩国城就在古北 跟臺灣人聚集的地方 是很近的 其实理由都一样 因为离当时候的 虹桥机场 为什么台商会集中在古北 因为当时都在 虹桥机场 在还没有盖 普通机场之前 所以我台商从香港 澳门转机到 上海的 就是在虹桥 虹桥机场 虹桥这样一下飞机 很快 很快就到古北 所以好多人都在聚集 在那个地方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离机场 另外一个就是早年的话 就是大陆就是有 内外消防 对 那当初的话建了一大批的 外消防全部都在古北 那个地方 所以自然就聚集了韩国 然后台湾 台湾 日本人 那基本上 那边其实应该是一个 小联合国 对 而且在那边 你可以看到不一样的 那个画面是 好多小耳朵 就好像长了香菇一样 那个房子里面 到处都是 因为大陆禁止一些 频道播出嘛 所以那些台商 台湾人 韩国人 日本人 都自己装个小耳朵 收听他们回家乡的 电视台 对 尤其是台湾人在那边 更想看台湾的电视台 对 你看随着这个投资的关系 所以让中国大陆 有很多地方充满 异国风情 有很多地方 像台湾 广州甚至还像非洲 休息一下 我们再回来告诉大家 广州街头 聚集了特别的群众 他们喊着 还我兄弟 这群来到广州打拼的非洲人 因为一起 非裔同胞躲避 护照检查 坠楼上网事件 包围警局 激动抗议 飘洋过海 登陆扎根不容易 群聚 群聚广州的非洲人 尝尽巧克力尘的各种滋味 我们刚看到的是在2009年 广州的非洲人 他们为了抗议同伴意外丧生 一起集结抗议的画面 从这画面 我们其实才非常压抑的发现 为什么在广州竟然有那么多的非洲人 这个部分老师要跟大家说说 到底这些人怎么会聚集在那个地方 是的 其实当初广州 我们很多台商朋友都知道 为什么很多的台商会刚开始到广州 因为那个地方其实说真的 那是小商品 刚开始开放了一个城 早年 很多小商品 那这些小商品都非常低廉 但品质不是很好 低廉 价格低廉 比方说纺织品 鞋子 雨伞 各式各样的那种小商品 琳琅满目 还有假货 他专门造假货 对 仿冒品 很多很多 所以那个地方很多小工厂 那其实非洲 非洲居民到那个地方 也就是在找这种东西 因为他们不是很有钱 对 那他们希望从中国这个地方 找一些便宜的东西 带到非洲去卖 他们本来是想到说到广州 那个地方是很好的一个 去找那些低廉产品的一个好地方 对 因为早年的话 是广州有一个很有名的广交会 是达到最大的一个 那个外销的一个展览会 那其实很多台湾人 也是到那边去从事一些 中小型的工厂 贸易 其实就是在卖一些 比较低级的 低阶的 质量并不是好的那种东西 在那边非常非常的多 你要什么东西都可以找 那其实我的同学在上海做贸易 他带中东的客户 也都是往广州跑 到现在还是到广州去 所以那些非洲人是去做生意 去做买卖的 做买卖 所以因为贸易的关系 所以他到那边去聚集 对 聚集了 因为那边很多这种小商品 然后又便宜又低廉 那非洲物资缺乏 就刚刚缺这种东西 对 所以他们就到那边去聚集 就聚集 慢慢慢慢就聚集 成为一个越来越多 因为各位可以了解 非洲这么大 一传十 十传百 非洲人又很喜欢扣一个 扣一个 扣一个 一下子全家就像肉粽一样 就一串就整个就移到非洲海了 然后本来想说 只是做做生意 后来发觉中国实在是太好掏金了 然后再加上其实华人 我必须要在这边非常肯定地讲 华人其实不会排外的 对外国人 对外国人是比较好一点 对外国人是比较和蔼可亲的 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任何外国人只要到华人社会 不论是到台湾来 或是到中国大陆 都觉得华人实在是太和善 人情味实在是太好 可是像比如说广州的话 这么多一个非洲裔的人 聚集在那个地方 这我们刚刚看到的画面 虽然是零九 对对对没错 他人越聚越多之后 非常庞大的 就是大陆的统计 甚至已经就所谓的中非的那种夫妻 已经三四百对了 中非夫妻 对 中国人跟那个非洲人 非洲人联姻 因为这些人聚集 那就巧克力色或是咖啡 所以当地变成巧克力城了 巧克力城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来的 对这样子来的 变成巧克力城了 除了文化交流之外的话 他会不会对当地的话 因为社会治安造成一些影响 当然 看到是一个一个冲突的 刚刚一个治安的冲突 其实最大的原因是 因为文化差异 还有就是语言的差异 您刚刚听到没有 他讲那个中文在 中文英文 对呀 夹杂 又是中文又是英文 他的英文也讲不好 因为有些人是讲法语的 有些人是讲阿拉伯语的 因为他们还有回教徒的 对 那他们语言又不通 有时候讲 可能本来没什么事 但是因为语言不通 哇就造成误会了 那其实为什么会聚集 就是因为 发生了那个车资问题 车资问题讲不通 两个人大打出手 因为搭电动车 电动车 那个最终文化的问题 您发觉那个摩迪 黑摩迪 黑摩迪嘛 对那都喊价的 结果少给他十块 那那个非洲人觉得说 我已经给你了 可是那个当地人说 你少了十块 说你刚刚讲好 这个价钱 就是语言不通嘛 就会大打出手 打完以后就送到警察局 结果那个非洲人 在警察局暴毙而死了 不得了 那马上这个讯息一传出来 马上一传四十传百 你看那个手机传得多快 从那方面我们才看得出来说 原来广州的月秀 他在月秀区 对月秀区 那边才会变成 就竟然有那么多人 不过我觉得 从他们的生活样貌 可以看出 他们跟韩国 我们讲说 小韩国小台北不一样 因为他们是在社会金字台里面的底层 底层 因为他们主要都是从事一些 比较低的工作 比方说像他们会做什么呢 比方说某某工厂 因为缺工了 他们就马上跑过去 就是跟中国人抢 抢那种低层的工作 因为某些 因为在台商那边缺工 还蛮厉害的 最近台商在那边缺工 缺了蛮多的 所以有的时候会请他们去帮忙 他们甚至有个集团 帮忙提供这些 那他们住的地方 是不是也相对是比较 比较低层 您看那个画面就知道 其实是非常低层的地方 他们住的也不好 所以就发生了一些偷到抢 甚至这个所谓的那个贩卖毒品 甚至有那种 卖淫的 卖淫的 那个很奇怪 就一排 你到那个 你到那个是要保汉 直接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啊 真的是就像一个小非洲一样 那个还有晚上的 到了时间以后 很多非洲的女孩子就开始站出来了 就像我们台湾说的 卡比啊 那样是站在那个地方 所以衍生一些社会问题 对 但是很奇怪 这些非洲男生 不喜欢找非洲女生 因为他们想要找中国女孩 他们为了取得一个居留权 居留权 所以他们带 带进去的呢 带到那些住的地方去的 都是带华人 对 结果那些 非洲的女性呢 都是服务当地的华人 对 这也是一种交流吧 对 我们看到 就是在广州 就中国来方看到 是很多非洲裔的 可是一个很特别 是你到大陆的北方 对 看到是白的 那个很多地方 看到很多是俄罗斯人 而且是美女 对 尤其是白俄罗斯人 真的是非常漂亮的 对 像你走在那个 哈尔滨 那个中央大街上面 那个整个建筑 然后街上的人 然后吃的东西 很多就感觉像是在 在俄罗斯一样 对 他们的文化氛围啊 对 那种感觉 艺术的感觉 就是不一样 那边会形成一个 感觉俄罗斯城 对 主要是来自于 是地缘跟历史文化的 因素形成 没错 没错 除了边境贸易之外 对 边境贸易 那当然跟 当时候在1917年的时候 我相信主持人 听众朋友 大概也都知道 1917年呢 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 对 红军呢 整个take over 对 把这个俄皇啊 沙皇也推翻掉了 对 那当时候 中沙皇的这些人 怎么办呢 这些人大部分都是贵族 是 又是一些将军啊 这些人就往外跑嘛 对 那中国最近啊 对 往中国跑最近了 就顺着旁边 那个海峡 就这样过来了 所以好多船啊 当时三十几艘大船 就这样一直跑 从哈尔滨 就这样一直下来 从那个大船 就一直下来 到了上海 对 那其实那些来的 当初的俄罗斯人里面 很多都是贵族 是 那当然也有平民啦 对 那这些都是白俄罗斯人 当初是不错的 那这些人都受过 很好的教育 很好的教育 所以当初呢 他们到中国来的时候 本来是到哈尔滨 对 聚集 所以您刚刚特别提到 哈尔滨 对 那边还有一条街 中央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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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呢 很多建筑物都像俄罗斯一样 对 很多教堂 像圣索贝亚大教堂 对 对 还有他好多人 你看他是俄罗斯人 可是他说的是中文 所以他其实都已经是后代了 是是 已经是后代了 那后来这些人呢 因为啊 在抗战时期呢 是 其实这个跟我们的蒋公 有关系 因为当时候呢 在这批人里面 有一批军人 他是俄国四官学校的 孤苦无一的学生 跟着那个将军一起过来的 结果在上海定军下来了 那一千多人 就定军在上海了 就从北方一直定军来 而且那些都是接受军事训练的 对 那那些人就在当地呢 也还是一样 都有军事操练 后来在抗战的时候 就帮我们蒋介石先生 就坐在抗战 国军有关系的 那还有民国二十五年 曾经发生这个五三四残案 因为那时候老毛啊 这个毛泽东不是搞 那个所谓的那个工人拔工啊 工人运动啊 工厂照办啊 什么的 当时候这些人就起了作用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都从事军事训练 所以当时候很多的工厂 就聘他们当保安 保镖 结果一下他们身价起来了 本来在当地啊 他们找不到工作 找不到工作呢 结果 刚刚特别提到白尔路斯人很漂亮 所以就叫女孩去从事那个 这个工作 所以才会有那个名词出来 才会有那个名词出来的 所以大陆各地的话 都有一些外国村 每个外国村 其实都有它历史跟地理的因素 非常有趣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随着全球化和大陆的崛起 很多外国人都到中国大陆去寻找机会 所以就形成了不少的这个外国村 我们的网友就问了 在大陆哪些城市里面有小台北 小台湾 老师 是的 其实我们到大陆去以后呢 会发觉有些地方的确就像一个小台北一样 就像到了苏州的昆山寺 昆山好非常明显 昆山是非常明显的地方 我也是坐飞机的时候 就在我的后座 有一对夫妻呢 大概五六十岁左右 他就抱着拱骂 拱骂 就是那个神主牌 家里面的神主牌 祖宗牌位 整个的祖宗牌位搬过去 搬过去了 就搬过去了 决心非常坚决 对对对 这种其实也怎么说呢 因为他们长期在中国大陆工作 因为生活工厂也在那个地方 那甚至呢 小孩子也都在那边就学了 那我也跟他们聊天 他说他小孩呢 就在当地念了 当地的大学 在当地念法律系 那他因为常常这样来回跑 每次因为要拜拜 不方便 把祖宗牌位摆在家里 就觉得好像很凄凉的 把他丢在那边不好 所以就把他从老家 干脆带来是那个昆山 是直接啊 他是上海坐下飞机嘛 然后再一路再坐到昆山去 那我就说你的那些东西 其他什么公寨 桌子啊 拜拜的东西 他说昆山通通都有 昆山都有卖 通通都有卖 所以可见 就是把公寨 请过去的不止一个 对对对 而且那个应该是 台湾人做的生意 对 铁地是 没错 而且 其实他的那些神桌呢 都是在当地制作的 而且还不是从台湾进口的 对 当地已经有很好的 这种红木家具 就为了台湾人的需求 因应而生的 也有生意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哪些可以证明 他是小台湾 其实你到那个昆山去啊 你走一趟就知道 简直就像一个小台北一样 你要吃蚝啊煎 甚至槟榔摊 对有槟榔摊 通通都有 还有珍珠奶茶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 就是那里拥有一座 就是大陆唯一的一个台湾人的盖的马祖庙 对 马祖庙就配合台湾人的信仰 对 你看连马祖庙都审批下来了 就汇聚式嘛 对啊 他们好像是仿造 台湾就是 在彰化鹿港 鹿港的马祖庚 那边的马祖庙完全一模一样的比例 把他照搬照套套过去 对我去采访他们就是其实整个是台商的捐赠的 然后整个庙的风格 因为其实大陆的庙的风格 就建筑风格跟台湾 跟他不一样 不太一样的 你听到那个汇聚是一看就知道 好像回到台湾了 对没错 因为台湾人太多了 是 所以为了服务当地的台商 因为台湾最多信仰的就是马祖 包含我自己也是常常到马祖庙里面去抽个签 抽到好签就留下来 抽到不好就丢掉 所以昆山整个就是像是个台湾的 就像一个台湾聚集的地方 所以你会买到所有台湾应该有的 通通在那边通通卖 生活必需品也会有 我记得还可以买到米酒 对 沙茶酱 都有 台湾的东西 通通都有 所以当地甚至提到了一个问题 就这边人大代表怎么办 到底要不要找个台湾人当人大代表 这个是违法的 不过今天北京上来广州这一线城市 比起台北市更加的国际化跟多元化 有机会到这个地方 可以去这些外国村看看 探索一下 不管是料理或是他的产品都可以仔细观察 在大陆真的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天非常谢谢潘正明 潘老师 谢谢 谢谢 明天继续大人换之